政府今年1月1号开始强制轿车必须安装儿童安全椅 不过这项措施只限于私家车 不含扩公共服务交通车辆 虽然政府现阶段不会展开执法 不过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强调 将会和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合作 联手打击不合规格的安全椅 确保国内供应商所售卖的安全椅 都符合联合国条例 政府不会在儿童安全椅措施开跑的首六个月执法 交通部长陆兆福保证 即便父母购买了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安全椅 依然能够放心使用 因为政府的最终目标不是开罚家长 而是要灌输安全意识保障儿童乘车安全 交通部眼下的任务是连同贸销部 确保从1月1号开始 国内供应商所售卖的儿童安全椅符合国际标准 否则当局将会援引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令 以及2011年商品事务法令加以兑付 国内供应商品费者保护法令加以兑付 陆兆福今天在霹雳州打巴休息站 主持农历新年道路安全联合行动后也指出 目前只有私家车强制安装儿童安全椅 电照车属于公共交通服务车辆类别 无需安装 不过部长也鼓励电照车业者安装儿童安全椅 作为一项附加价值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